大家好,进入了6月份在家里养护的幸福树逐进的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比如白粉病或者是叶变出现发黄干枯掉落等等的一些问题 之前在5月份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过一个作品 就是为了防止病害的发生 我们都会给它喷洒了一些杀菌药 这些杀菌药就是乙座多菌磷 它是内吸型的有效的防止一些病害的发生 但是有些花药还是没有做好这一步杀菌工作 到现在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就私信问像是出现了白粉病或者是叶变病 我们要如何给它救济呢 尤其是在室内养护的幸福树 由于通风条件不好再加上高温 那么这个叶变就容易染上白粉病 养上白粉病的症状呢 就是在这个叶面上还有叶背都出现一层白色物状 我们要及时的给它防止 不然呢它的传染性特别快会 就会危害整个脊椎的生长 那么我们防止的话可以给它使用 已经养上的话 我们就可以给它使用一些针对性的药物 比如像这种本甲笔座脂 它是专记白粉病黑斑病 碳菊病等等的这些病害 只用一粒小胶能兑上500毫升的清水 直接往叶面给它喷湿 喷土表面也要给它喷湿 我这盆幸福树就是使用了这些杀菌药 每个叶片都是长得这么好 没有出现任何的斑病 为了幸福树的观赏价值 我们就要给它做好 叶片不仅生长得好 而且光泽度也非常好 好了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幸福树 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